大家好,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来开箱大家敲碗很久 希望我能测试的WD Blue A3 580 NVMe SSD ETB 也很感谢West Digital 赞助支援产品让我测试 让我也省了一笔开销 再次感谢啦 像我们这样工作形态的创作者 在日常作业中也经常面临需要大档案 读取、载入或是复制 和多项应用程式之间的来回切换的情况 就需要一个稳定速度又有低功耗 专为创作者和专业人士所设计的WD Blue A3 580 NVMe SSD 能轻松增进工作流程非常适合好入手 好,马上来把这次要测试的WD Blue A3 580 NVMe SSD ETB拿出来看看 哇,这WD Blue A3 580 NVMe SSD 的外包装设计 也是一样维持WD Blue 蓝标同系列家族的产品特色风格 而WD Blue A3 580 NVMe SSD包装这面也不免除要大大秀上产品照片 左上角就是产品系列WD Blue标示 在右上角则是标上这次WEST Digital新设计 logo 识别度又再提升许多 而你买的M.2 SSD容量大小是直接印在上面 完全不同其他厂牌,只用贴纸来更改标示 可见WEST Digital对它的Blue蓝标M.2 SSD产品多有信心啊 在左下角就是产品名称和资讯 而且这次WD Blue SN580 NVMe SSD也采用现在市场主流的PCI 4.0 在1TB和2TB的读写速度都能达到4150MB每秒 但请注意在500GB和250GB的读写速度会有点不同 500GB是4000和3600MB每秒 250GB是4000和2000MB每秒 而在耐写度上2TB是900TBW 1TB是600TBW 500GB是300TBW 250GB是150TBW 所以我个人是比较推荐购买1TB版本 毕竟它是无缓存记忆体设计的M.2 SSD 多一点运算空间 绝对对工作和家庭使用帮助很多 而WD Blue SN580 NVMe 也采用支援快速复制档案的NKG 4.0技术 让你能够快速启动应用程式 及载入编辑和发布内容 这技术真的对无缓存记忆M.2 SSD帮助很多 而且在各容量大小都是一样有5年有限保固 让你使用上更加安心 最后在盒子背后有产品规范 注意事项和厂商资讯 在中间部位也有开个透明视窗 让你在购买时可以确认M.2 SSD容量大小和产品序号 好那产品开箱大致介绍到这里 快来把WD Blue SN580 NVMe SSD ETP拿出来看看吧 嗯...没错 它的包装设计都维持WD Blue蓝标M.2 SSD的解约风格 一个透明塑胶固定盒固定好M.2 SSD 和附上一张使用者和保固的注意事项说明单 而这张说明单是有多国语言介绍 但字体也超级小 所以大家有空可以看一下 在主体WD Blue SN580 NVMe SSD ETP 一样用保温性很不错的上下盖透明盒子保护好 并且这支也改换成黑色防按漆 完全不同前几代的统一蓝色调 WD Blue SN580 NVMe SSD ETP的主控晶片和储存颗粒 也是维持它无缓存颗粒编排 把两者拉开距离加大空隙减少发热量的相互干扰 来保持最佳效能 而且最贴心考量是它M.2 SSD产品需要贴纸 只用小小一张贴在中间空隙部位 让储存颗粒和主扣机片都裸露在上面 这对PGI 4.0 毒血高发热量和自行加装散热片 真的大大有帮助 在主控晶片和储存颗粒 都是使用自家Sandisk研发主控 和112X 3D TL7颗粒完全不假他人之手 也让它这一系列无缓存M.2 SSD 比其他牌性能强占好几倍 在背后则是有多国认认标章 没有任何颗粒 再看看它整体厚度也非常薄 要放入笔电里使用也没有什么问题 主要需要担心应该是它PGI 4.0高发热量 要做好散热问题吧 那大致先介绍到这里 快的上机测试吧 而这次WD Blue SN580 NVMe SSD 1TB 标示有良好的温控机制 所以这次我们只使用主机板附的散热片 来测试看看这次升级为PCI 4.0的 1TB 单纯使用主机板的散热片发热量 我们也只用CPU内显来操作使用 来减少插卡式显卡发热量干扰 而在目前测试试验温度为21度的台湾冬天 首先是Crystal Disk Info 目前是全新未使用 传输模式为PCI 4.0 正确无误 但在首次装机使用 WD Blue SN580 NVMe SSD 1TB 的温度为33度 而我目前PCI 4.0 M.2 SSD 主系统也才29度而已 诶...相比下是足足高了4度 以现在台湾冬天温度 应该大约会接近正负公差3度左右吧 诶...还是说升级为PCI 4.0的 WD Blue SN580 NVMe SSD 会比前几代更高温一点呢? 但还好 大约在待机10分钟后 两者温度就接近在公差范围3度内 可是当我使用Crystal Disk Mark 毒血性能狂噪测试 结果马上出现红色高温警示 冲到67度高温 我的妈呀...这也太夸张了 于是我马上关机打开 盖在WD Blue SN580 NVMe SSD 上的主机板附的散热片一看 嗯...怎么散热贴上完全没有主控晶片的压纹 目前也只看到储存颗粒的淡淡纹路等于快没有 怪啦...见鬼啦...这是什么原因? 哎呀...我的妈呀...原来是WD Blue SN580 NVMe SSD 1TB 整体厚度真的太薄了 完全超出主机板搭配散热片的设计厚度空间 在主控晶片上都可以完全看到光线透色出来 所以再三叮咛 大家安装主机板附的散热片一定要先压一下 再拿起来看 确认上面散热贴有接触到主控晶片和储存颗粒 好吧...既然主机板搭配的散热片无法使用 我们只好乖乖换上 给PCIe 4.0M达度 搭配风扇散热器再来重测一次 目前重新开机后的WD Blue SN580 NVMe SSD 1TB 在Crystal Disk Info待机温度约在28-29度之间 对嘛...这才是我最熟悉的WD Blue NVMe SSD应有的表现啦... 就算我用Crystal Disk Mark狂操多次读写性能测试 它的最高温度也才47度 而且在慢慢结束测试后 它的温度也会降得很快来到34度 嗯...不错不错就是要这种表现啦 最后在Crystal Disk Mark空盘08测到了读写速度 读写有4172MB每秒 写入有4146MB每秒 而官方标策速度都相近 没有虚假夸大问题 在4K Q1 T1算是在中高阶前段班水准 接下来是AS SSD Benchmark测试 最后总得分有7062分 IoPS约在46万和77万左右 接下来是大档案读取和写入测试部分 后会出现第一次降速到3600MB每秒 目前WD Blue SN580 NVMe SSD ETP 写入温度约在44度左右 感觉不太像受到高温问题而出现降速要求 嗯...我们再多等一下看看 接下来在68%后就很明显出现 SLC模拟快取耗尽问题 马上降速到550-2900MB每秒之间 在那上上下下大幅度跳动写入到结束 那在实际档案拷贝写入也会是这样的表现吗? 我们一样使用52GB大小测试档 拷贝复制到WD Blue SN580 NVMe SSD ETP 里面在第一次写入速度非常的快 约在3.2-3.7GB每秒把52GB拷贝完成 而且更吓人是在第二次到第七次的写入速度完全是一样 都是飞快稳定写入中让我都快忘了WD Blue SN580 NVMe SSD ETP 是无缓存记忆体的NR2 SSD 它的表现真的可以把同等级的有缓存记忆体NR2 SSD 按在地上摩擦来回好几次 而在写入到第八次6%进度总计有395GB时 应该是SLC模拟快取耗尽马上降速到150-700MB每秒的 大幅度上上下下跳动到写完为止 所以WD Blue SN580 NVMe SSD ETP的SLC模拟快取空间大约有360GB左右 之后的速度就会变成2.5吋SSD固态硬碟的写入需求 和先前几代产品比较是真的提升了不少效能 最后再写入到96%满盘 再来用Quizzo D10Mark测试读写性能 读取有4175MB每秒写入有3869MB每秒 嗯...也不错没有比官方标示差太多 最后在ATDO Disk Benchmark测试 在16KB区块的读写速度 两者落差蛮大的约在1.2-2.4GB每秒 但还好在超过256KB以后 就整个读写能力大爆发都可以维持在3.8GB每秒左右速度 测试到最后也没有出现调述问题 那以上是WT Blue SN580 NVMe SSD ETB测试 新款WT Blue SN580 NVMe SSD 确实超越前代WT Blue SN570 NVMe SSD 也蛮佩服Waste Digital 已经可以把无缓存设计的MDATO SSD玩得如此出城路化技术高超 档案储存的读写速度也非常的快速和稳定 使用上都非常的顺畅不卡卡 在游戏方面根本对WT Blue SN580 NVMe SSD是小菜一点 一点压力也没有也非常的顺畅 可能要注意是你要选一张效能别太差的显示卡来游玩 不然在高阶的NATO SSD给你用 也是会被拖累到卡顿到不行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买过其他无缓存记忆体MDATO SSD的使用经验要分享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分享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一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 - 关的 - 关的